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wake talk 本期视频想跟大家复盘一总结一下 在刚过去的一个周末 整个加密市场有哪些大事发生 周末整个比特币跟以太坊的价格没有太多的下跌 但确实整个加密市场的热度已经跌到了冰点 我们看到以太坊上面的gas费已经好几天不超过十位数了 而整个比特币上的gas目前也是低的可怜 所以这足以显示目前加密市场到底有多凉了 Internet在昨天的时候也是正式公布了自己领取代币的一个具体细节 但确实由于受限于IP等等的相关方向 所以很多小伙伴们领不了 我在这里有一个教程教给大家如何去领取 目前整个Internet还是不能进行转移的 但是拥有了相关的一些场外价格 同时Puffer等等项目也是进行了相关的一系列的这种支持 那么还有一个叫做bento的项目 那么该项目也是可以方便用户在进行撸毛和这种存储的re-seeking项目的时候 更加方便的一键交易可以降低用户的gas使用费 以及说可以帮助用户一键的完成各种执行 所以这也算是一个中间层的执行键 可以帮助各位在后续无论是存储还是撸毛提供更多的一些帮助和方便 所以会给大家仔细介绍一下 整个比特币生态方面 目前我们看到无论是整个的名文符文 还是整个比特币上的NFT都出现了非常巨量的一个跌幅 也是整个的交易量出现了很大的下跌 同时梅林生态也在10号的时候正式宣布可以去领取所有在梅林上面质押的一些资产了 不过目前看起来之前质押的无论是BRC420还是名文也都跌了非常非常多 而整个梅林更是一路下跌 即使香港也是举行了整个比特币Layer 2的大会 但目前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动态 币安方面我们看到币安也是在之前公布了最新一期的BR Launchpool Note 那么这个项目也是一个在整个烫生态上面的头部社交协议 所以也可以跟大家去聊一下 关于这个项目的基本盘后续跟大家去来分享 而整个MegaDrop的第一期也就是Bounce Speed也会在明天正式上线 所以我们看到目前整个BnB的走势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强势的 包括我们看到整个烫生态也是受到了BR Launchpool的影响 在最近几天可谓是涨了20% 也算是逆势增长的一个非常好的标的 同时Io.net这个项目也是在今天正式公布了自己的一个积分界面 所以大家可以查一下 而且他们也是公布了自己的代币的相关合约等等 不过目前也是并没有开放交易 OKJob这边也是公布了一个最新的跟游戏Space Nation的一个合作 那么如果说大家能够在上面去录到的话 那估计也是能获得不错的一些收益 所以会跟大家聊一下如何参与等等 AI方面我们看到SAML他们在昨天发推文说 他们会在周一也就是13号的时候去公布一个讯息 然后他这里说不是GBT5也不是什么搜索引擎 但是是一些他们一直在持续工作 而且会是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也是持续期待 那么受到这个影响 其实我们看到最近整个ASL走的比较好 那么Wordcom也是保持着逆势上涨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AI赛道应该也有一些机会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时报想带来一些主要内容 请注意本期视频的使用内容 注意个人件分享 没有任何投资 建议去过来和受投资投资 风险很高 你有可能会损失掉全部的投资本金 如果你感兴趣 请点赞关注我们频道 大家点赞与关注 就是我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通知下VIP群 如果你有1对1的Web3资源需求 或者想涨到一个特别料好 9月7的交流社区 获取到一些有钱力的投资标的 那么也是欢迎你散马付费家群 其实从上周的下半周开始 整个加密市场就进入到了一种非常冷的氛围之内 虽然目前比特币还在61,000 以太坊也在2900以上 整个的比特币现货ETF 在上周依然保持着净流入的一个状态 但是目前市场的这个预冷 好像让我回到了去年9月份的那波熊市期间 而你看到整个以太坊上的Gas费 已经都跌到10位数以下了 而在过去的基本上两天内 那超过两位数的时间真的是屈指可数 所以目前真的整个市场已经量到 不能再量的一个情况下了 而如果我们要来看整个链上的交易量 那基本上这个链上的交易量 也只是比去年9月份最熊的时候 多了大概50%左右 所以虽然目前价格还在 而整个的比特币现货ETF也在流入 但是整个市场真的是很凉很凉 而如果你要反观整个比特币生态上面 你也能看到最近比特币生态也是凉透了 那么之前整个浮温火的时候 这个数值可以冲到900800 至于说超过1000 但现在这个数值只有12 而且这样的一个就是凉的一个状态 已经持续了好几天了 所以无论是比特币还是以太坊 最近真的是没有任何的这种热点 而如果你要回到整个EigenLayer上面 也就是目前以太坊上最热的这个项目 那其实它也没有掀起什么样的波澜 虽然在5月10号的时候 你可以领取你的这个空头了 但是这个空头何时能交易 目前还不太确定 有可能会在9月30号之后才能交易 那现在虽然我们在Wolf Market 以及这个AEVO上面有相关的交易队 但其实这也是一些所谓的场外交易 也没有办法让你立刻去交易过 所以呢对于小伙伴们来说 对于EigenLayer这个项目呢 真的只能是你查一查 然后领了 然后什么也不能动 而且更离谱的一件事 对于EigenLayer来说 很多在香港或者在大陆的小伙伴 还没有办法去打开这个界面 那么我也会把这位小伙伴写的这个教程 放在视频详细里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按照他的这个教程 你就可以去来完整的 领取你的EigenLayer的这个奖励了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点 那么同时Puffer也是给了这个EigenLayer的持有者们 一个激励吧 就是你在这里面去质押一个 也可以去继续获得Puffer的一个积分 我觉得目前反正你拿着也没有什么作用 对吧 不如你选择委托给他的节点 还能吃Puffer积分 未来还有一些空头 虽然这个东西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小很小的那种用肉 但是也算聊胜于无吧 在目前这么熊的一个状态下 那你做的这样的一个质押也算还是比较OK的 所以确实目前作为以太坊上 绝对的T0级别的质押项目 都没有掀起特别大的波澜 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说的吧 而且我觉得 其实EigenLayer在当下不选择交易 也是一个好事 不然在目前这么凉的一个市场之下 那EigenLayer真的是要把所有的流动性全部吃掉 这对于市场真的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影响 那么在这里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叫做Bento的项目 那么这个项目其实比较有趣 它可以帮助用户完成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路毛活动 而且你看到这个项目目前也是跟像ETHFI 以及Score等等 包括Rinzo这些比较头部的项目 去来进行了一些合作 那么这个项目做的是一个事情 其实就是它可以帮助你更加方便的来进行一些执行 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整个的DeepOS 其实这个项目跟DeepOS要做的事情是有点类似 就是它希望做一个中间的执行层 可以帮助用户以更简单更方便的方式完成自己的一些交易 就识别你的一些意图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这些交易啊 等等都是通过账户抽象啊等等来去实行的 那么这个就是你如果想撸毛对吧 比如说我以这个ETHFI为例 我现在需要在ETFI上去存入我的相关的ETH 跟它的合约进行多次的一系列的交互 对吧 最起码你要先Approve 然后你再交易 然后取出来的时候 你还要先Approve 然后再Unseek 然后再取等等这一系列 也就是你需要跟一个地址合约完成多次的一个交易 但是你来到整个的Bento里面 你就可以实现通过跟Bento合约的一次交易 来去完成多次的这种你想要的这种意图交易 也就是说你原来可能只需要交易五到六次 对吧 然后你需要劳民伤财 费尽很多gas费 然后也是要花自己很多的精力 但是现在你只需要来到Bento上面去完成一键的存入 然后选择适合你的这个策略就可以了 你看到这里有一个交易策略的列表 你可以找到他目前这里支持的 然后完成相关的一些质押 然后把你的钱放到他的合约列表里面 然后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些交易了 那么这样子对于你来说 首先整个的交易的次数会大大的减少 其次gas费也会减少 然后所有的这一切又是在合约的情况下进行的 其实也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所以这个项目其实更加适合于一些想要开很多号 来去做批量撸毛的小伙伴 所以这也是我最近看到的一个 结合这种积分空投这种市场来去做的一个比较方便的工具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这里做一下相关的一些研究 而且我看到这个项目虽然上线不久 但确实也是跟一些比较头部的Lial2项目 和一些再制压生态合作了 所以你也可以玩一下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产品不太适合 你去把自己最主要的钱包来去跟他做交互 因为毕竟无论是在制压还是撸毛 可能都不太适合 而且确实会有一些能关的一些风险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开很多号 做这种低保号 那么这个标的其实还是不错的 所以是跟大家做一下相关的分享 那么目光回到整个比特币生态上面 比特币生态其实也是特别的凉 你可以看一下目前整个符文的交易量 那么除去已经上线OK的RSIC之外 你看到最近整个符文的交易真的跌的不能再惨了 那么最高的交易量在今天也不过23万美金 而这个狗之前所谓的龙一也只有13万美金 所以真的是一跌在地 而且这个价格也是回到了0.0025 基本上也算是之前的成本线了 而狗其实也是在周末有了一波还算不错的上升 但就算这么好的上升的情况下 这个价格其实还是相对的比较乏力的 所以这就是目前整个符文生态的一个现状 就是什么都不行 没有任何的热度 虽然我们看到这两天 香港在开比特币周的这一系列大会 而且开C等等这些比特币商店的QL也去参会了 但确实目前看起来好像根本没什么卵用 而整个比特币上面的NFT 也是处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无论是福时还是像这个节点猴 包括之前的普罗米丘斯等等 所有的标的几乎都无一例外的出现了 交易量下跌和价格下跌的情况 所以确实目前整个的比特币商态很差 但我还是保持我之前的观点不变 如果你觉得整个的比特币商态还有未来 整个符文还有得完 我觉得现在绝对是一个好的点 可以开始进行建仓了 所以跟大家去做一下 我个人的一些投资策略的分享 同时整个梅临商态也在10号的时候正式公布 对吧 你可以把所有的资产都取出来了 不过我说实话 自己的交互下来 用户体验是相当相当的差 而且对于很多的这些BRC420 BRC20等等这些标的 基本上你取出来 跟你存进去的资产价格也是跌去了不少 我也看到巫师在自己的推文上 做了一下相关的总结 对吧 来去总结自己这波质押损失几百个Mil的一个问题 包括你看到梅临商态一直是跌跌不休 所以我也就不花更多时间去来评价了 总之 我觉得比特币商态 如果你愿意参与愿意赌 我觉得现在是建仓符文的好时间 但对于梅临等等 我个人的建议就是选择远离吧 不要再对项目方抱有太多的一些期待了 整个币安方面 他又公布了最新一期的launchfool 那么确实币安launchfool 结合上明天megadrop的预期Bnb最近的一个走势 其实还是相对比较猛的 也已经来到了将近594的一个高点上 而且确实整个币安的一个基本盘 目前没有什么态度的变动 所以还像我之前视频说的 我个人还是对币安后续的一些走势 是比较看好的 而且随着汤生态的这个naut上线了币安launchfool 我们看到汤的一个价格也是出现了水涨船高 那基本上从Bn宣布他到现在为止 汤也是最高突破了7美金 那么也是创下了自己短暂的这个新高值 涨幅也算是超过了将近20% 所以热度很高 那么汤生态我个人觉得有很大一部分程度 都是一些雷声大雨点小 虽然这个币币的标的一直在涨 但确实上面没有什么太多能打的生态 虽然整个telegram有很多的用户群体 以及吸引了很多的人在玩 但说实话我觉得从标的和投资的生态方面 没有什么太好的 包括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猫等等 也只是一个短暂的游戏 那么后续如果有更多的一些讯息跟资讯 我也会跟大家及时来去做同步 那么这又是一个撸毛的了 也就是OK的这个JOP版面 他跟这个Space Nation做了一个合作 那么他们会发这个NFT的白名单 这个任务还是很简单 跟之前一样 也是希望你可以点赞关注一下 然后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能抽到的话 那肯定百分买宝赚 那么OK这点还是比较好的 就是OK发的这一系列的白名单 只要你能撸到 那还是有的赚 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 毕竟现在是熊市期间 也算点点交互等等聊胜于无 这也是一个还算不错的一些游戏 但其实我觉得上线了OKJOPs的 这个版面的游戏 或者项目跟上线BN Launchful的项目一样 你无需关注它的一些太多基本盘 只需要去参与就行了 因为它的一个保障以及OK等等 都对其进行了非常细致的一些搜查 所以参与就好了 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那么参与的见面也很简单 web3前茂来到这个JOPs就可以找到 非常的方便 那么最后来看一下整个AI板块 首先三摸他们在之前说对吧 他们要公布一个大的消息 在周一的时候 然后也说了不是GPT5 然后也不是什么搜索引擎 但是是他们做了很久的一个新的功能 然后人们应该一定会喜欢 所以关于这个讯息也是持续的发酵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最近AI板块很强 尤其是整个Wordcoin持续走高的一个核心原因 大家可以在周一期待一下 我个人觉得对于整个AI方面 最近应该也是有一些比较大的波动要来了 尤其是其实我在最近一段时间 也是跟很多小伙伴们去沟通了一下 包括一些头部VC的小伙伴 那么其实大家的一些观点都比较类似 其实都是觉得AI方面还是接下来两到三年 或者是五到十年的一个核心的投资标的和投资的点 但确实这个赛道可能不太适合普通人 尤其是整个web3加AI方面 目前我真的是没有什么能看懂的标的 以及说并不是因为我个人的水平问题看不懂 而是真的它是一坨大便 我推的标的其实还是Wordcoin以及TAO 不过TAO上线币安之后 这个价格也可谓是一落千丈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日报的一些主要内容 总之我个人判断目前的整个市场 其实还是跌的一闭掉糟 无论是热度还是目前市场的热情 包括FM的情绪都不是特别的好 尤其是整个链上的活跃度 真的是已经降到了去年9月份熊市期间的一个冰点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内 还是建议各位先躺平为主 对一些标的不要急于出手 还是暂时先看看这些撸毛的 对吧能撸就撸 如果能方便自己撸毛的一些工具 也可以先了解跟使用起来 后续赚钱等等还是要等行情来 请切记大家在这里面赚的钱 最大的钱还是FM的钱 但在市场没有热情的情况下 FM也是根本跑不起来的 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你有各多小说的想聊的话 你再评论球员或者是点赞 观众本频道 最后如果想加我们的VIP付费 也是欢迎各位送了付费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 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视频再见